无量寿间的不受恶趣是否无虐无我之境界 也就是对于恶劣一阵暴境缘中 无有感受夜暴之痛苦和另有解释 这个在经文里面我们都曾经详细地说过 不受恶趣最明显的意思绝不多三国道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那是过来人 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在恶道里面实现 你要多恶鬼一定要先恶鬼人 你不献同类身 多不了他 献同类身 受不受卧报呢 不受 但是卧报之四受 卧报这个苦不受 他心轻轻 那个受卧报是表演的 那是演戏 好像在舞台上 你严格卧人 受得卧报 那是演戏 也给别人 严格别人看的 自己确实没有苦落的感受 有苦落的感受 苦落的受是世间一 善我的四 那是世间四 我们要有会议 去辨别 所以诸佛菩萨 要度地狱 一定献地狱身 要度出身 一定献出身身 应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献什么身 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 也没有一定法可说 但是对我们现前这个阶段 这个不受误区 是第一个种解释 决定不躲三我道 念佛往生的人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永远不会躲在我道 不但不会躲在我道 永远不会退转到施法街 那么他到施法街 他到六道 到三土 都是实现的 都是为了教化众生 而实现的 这不是真正的退转 真正的道路 我们了解的彼此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